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题目呢 4又8分之3除以0.7 再加上2又4分之1 怎么样做运算呢 当然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呢我们先算前面的部分 那4又8分之3除以0.7 是既有分数又有小数的一个运算的状况 那我们通常习惯什么 把小数转换成分数 好 那我们同样的呢也还是喜欢先把带分数转换成假分数 所以这里得到的是8分之4832 然后再加3是35 8分之35 然后呢除以0.7是什么 是10分之7的意思 对不对 最后呢还是加上我们的2又4分之1 那记得除一个分数就等于乘上它反过来 分子分母倒过来的这个数 所以呢我们就写8分之35乘以什么 变成倒过来是7分之10 最后再加上2又4分之1 好 前面呢可以很清楚的进行约分 35跟7相约的话这里是5这里是1 那8呢跟这个10呢这边是4这里是5 所以你得到的是4分之25加上2又4分之1 把前面呢换成带分数就变成是多少 6又4分之1加上2又4分之1 好整数跟整数相加分数跟分数相加 所以得到的是8又4分之2 那我们知道4分之2怎么样 当然可以约分 上面下面都约2 所以最后得到的答案就是8又2分之1 OK这个是我们的答案 那在整个运算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掌握一个原则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把小数变成分数 那带分数呢我们在乘除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习惯把它变成什么 假分数 OK那在进行下面的运算以后 你就会得到最后的答案了